只会来大排卖啊 一千二 一千二三 一千三 一千三 都干什么呢 江老师 你找我 彤彤闯祸了 倒也说不上惹祸 算是有点行为不当 她怎么了 你让她自己说吧 你怎么了 我说我敢和男孩接吻 他们都不信 我就赌了呗 然后呢 然后我就找丁杨亲他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好 我说 还不赶紧给老师承认她道歉 老师 我错了 江老师 你看 她都认识错误了 这就算认识错误了 好 如果您说的是作风问题 彤彤刚从美国回来 她的行为居使 或许跟这边的孩子不太一样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这就是你教育孩子的方式 说得惭愧 我平时都不在家 那就请多在家 而且请提醒她 最厉害是中国 不是美国 好的 这那个张红兴他们家闺女 可够野的 随便便了 这事 你得跟她念叨念叨 她姑娘在学校说 想调戏谁就调戏谁 调戏别人我管不着 调戏咱儿子 那就不行 你要地上以后怎么出去见人呢 太严重了吧 调戏呢 这小孩就是过家家 再说有女孩喜欢我儿子 我觉得挺好的 这事 请长江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又不是我跟她亲嘴儿的 你跟我积什么劲儿的 你就是跟那个张红兴混久了 越来越像她了 不是 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儿子说不定有好处的 你以为当儿子都跟你一样 不是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啊 她 她就是 很多人说这个男女要平等啊 熟 你也无忽的 还不惨 快点 这社会她男女能平等吗 行 现在女人 早就撑过那半片天了 还受社会舆论的保护 还不受爷们儿兼 江湖规则的约束 真是 真的 我 听你这话 好像对着男女平等的时代 很有意见的 没有啊 谁叫 我这个安排呀 是从美国带回来的 八百品牌 谁喜欢出个家 来来来来 这我出了 谁是 我出家 八百 八百号 我跟你们说啊 我这安排九创新的绝嘴超值 会来大盘卖呀 一千二 一千二回来 一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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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干什么呢 张同 请进 江老师 不好意思啊 我给您添麻烦了 事情的经过 张同都跟你说了吧 说了 说了 我已经批评他了 您教育里有道理 那张同意识到做错了吗 老师跟你说话呢 我哪儿又错了呀 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那么倔呢 我刚跟你说的你没听懂啊 你还没错 你们批评我可以 但是讲述道理行吧 看来你是真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型对吗 你在学校就得听老师的话呀 你 赶紧承认错误 行 我承认错误可以 但是你告诉我哪儿错了 好 那让你爸告诉你 你错哪儿了 我错哪儿了 你说 你这不明白什么 在学校不听老师的话 这就是错误 老师的话不完全是对的吧 他们总得讲道理吧 对 好 那张同 你把你的道理说出来 我没偷 没抢 没坑蒙拐骗 没出售那个伪劣产品 哪儿错了 我没想到 对 你是没有出售伪劣产品 但是你卖的是没 对 你卖的是美国商品 你持美国护照卖美国商品 你交关税了吗 什么 你没有交税啊 你逃税漏税 这就是犯法的行为 你错了呀 讲我好像对吧 你找到我 童童真的好有经济头脑啊 他说把旧的卖了 买了一个国产的 不但挣了一千多块钱 还支持了国货 好聪明啊 关键是老师怎么说你啊 他是不是说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家长 我觉得我们妇女啊 快被组织给放弃了 不过经过这次事情 我觉得 我真的对童童了解太少了 她在想些什么 她喜欢什么 她每天做些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 而且啊 原本帮她找寄宿学校 是希望她更快地 融入这个环境 但是现在 我们沟通的时间反而少了 所以我觉得 真的每个家长 应该仔细去思考一下 就是寄宿学校 对于亲子关系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你女儿 真的挺像你的 不按常理出牌 有句话说得好 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怎么觉得这句话听起来 不太像是赞美啊 当然是赞美了 很多事情呢 要细水长流 每次呢 有一点质的突破就好了 关键是 童童知道了 在重要的时刻 她爸爸跟她是一伙的 那妈 那必须的 最近工作怎么样 还顺利吗 最近就在忙 正海游乐场那个案子啊 甲方的小女孩 也不是一个掌闪荣的灯 你说我身边的女人 为什么一个个能这么难缠呢 有吗 你例外 有什么事呢 就直接跟我说 千万别客气 好呀 那我就不客气了 别客气啊 突然好尴尬啊 跳尖 跳尖 响声 跳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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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尾 跳尖